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 我想要邀请在线上的Hope Nation 如果你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的话 跟着我们台北的家人一起同样站立 我们一起来阅读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会来看两段不一样的经文 我们先从二章二十一节这边开始 在第八天 他的名字叫耶稣 是玛利亚怀孕前天使取的 摩西律法规定的节近其满后 约瑟和玛利亚把婴孩带到耶路撒冷去献给主 在八天时时时的孙子 他名为耶稣 天使的名字 他名为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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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孙子 当时的孙子来到祝福的法律 三十四节 西面给他们祝福后 就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看啊 这孩子必使以色列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他将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好叫许多人的心思意念曝露出来 你自己则会心如刀割 在这个敬畏神的这个人熄灭 他在妈妈的面前 讲了好多关于这个婴孩的未来 但却在最后一句话 是特别要对玛利亚说的 因为他知道有一天 玛利亚将会失去这个孩子 所以我今天来讲到主题是 我可以不要失去吗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经历过失去 失去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跟避免的 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控制 没有办法避免 但我们今天要来跟神 一起来同样的经历这个过程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为了我们的罪 死又再度复活 当我们今天跟随你的时候 并不保证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 但你总是在同一艘船上 与我们度过风浪 跟我们一同经历所有的哀痛 求主今天要来释放的大能 要来帮助有的人可以走过这个忧伤 求主今天要带下医治 带下盼望 带下改变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此时此刻 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而且每一天都要来经历更新 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每一个人都说 Amen 请坐 请坐 有一次我讲道之后收到一个讯息 我们常常都知道信息很影响我们讲者的心情 所以他就传到我的私人信箱 还好我打开并没有太恐怖的内容 但是他还有说一句话说 Pastor Junie 为什么你的讲告 你的人生好悲苦哦 然后呢他就说 我觉得你好可怜哦 我本来想说文莫会不会有奉献资讯等等 然后我就想 可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啊 因为其实人生总是会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可能都是成功美满的吧 只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一些辛苦跟苦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教会 全部的讯息都会讲快乐成功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神学嘛 但是如果我们都在讲人生的苦难辛苦挫折的话 我们也不是一个待下盼望的教会嘛 所以我们的人生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有时候会犯下一些没有必要的错误 有时候会没办法做出最有智慧的决定 但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才会学习怎么样更像耶稣 其实我们的人生都不是零瑕疵的 我们人生总是会遇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痛苦 这种痛是怎么样学都躲不开的 那就是失去 那就是失去 失去有很多种 可能是失去了你的工作 可能是失去了交往多年的男朋友 有的人可能是错失了一种机会 有的人可能是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一份关系 也有可能你今天失去的是一个信任 这种失去带来的痛苦常常是因为你有一个期待但是落空了 所以这样的失望会常常让我们非常的懊悔 但是失去期待发生的事情不是最痛苦的 我想我们都同意其实失去曾经拥有的才真的是会心如刀割 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都刚好有讲到电影嘛 今天也来到每周一部电影 但很可惜因为我跟Pasher Peter几乎同年 所以我们看过的电影都蛮老的 我比Pasher Peter几乎比Pasher Peter几乎 哪有 乱翻 我们正在说每周一部电影 我们看电影都很老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电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真爱挑日子》 这有一个电影从长期间叫《One Day》 对 它的英文片名叫《One Day》 它是叫《One Day》 英文说真的 每次都是英文片名比较适合 比较符合 对 它是我很喜欢那个演员 安海瑟威演的 她在讲的就是呢 一对男女呢 他们当了17年的好朋友 这17年呢 他们都维持很好的友谊 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男生太花心了 有时候是这个女生在不同的季节 所以在这17年来他们就是一直没有交往 然后只是好朋友 但是呢 就在所有的过程当中 最后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在一起了 归男生请耐心一下 请有点耐心 但是在电影的最后 居然出了车祸 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在想如果他们没有交往 可能我这个遗憾的感觉还不会这么深 就是最后他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决定要共系彼此的手往下走的时候 却失去彼此了 所以可能这个one day都会发生在我们当中 可能原本你原本以为拥有的 有可能有一天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消失了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在他接受完歌礼之后呢 他要去圣殿行礼 那有一个人呢 他非常的公义而且敬前 这个人呢就叫做西面 他知道呢 他有一天在未死之前呢 会见到这个基督 所以他到了圣殿就遇到了约瑟跟玛利亚 所以呢他那时候呢 就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 第三十四节 西面给他们祝福后 就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看啊这孩子必使以色列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他将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好叫许多人的心思意念曝露出来 你自己则会心如刀割 Simeon blessed him and said to marry his mother This child is destined to cause the falling and rising of many in Israel and to be a sign that will be spoken against so that the thoughts of many hearts will be revealed and the sword will pierce your own soul too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家庭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抱着一个 baby there are many families among us right now 然后呢你来到教会 and you bring a baby to church 有一个很近前的人呢 为你的 baby祝福之后 and a very pious man pray for your baby 然后就跟你说有一天你会心如刀割 and say one day a sword pierce your heart 到底会不会做人啊 对 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其实他在说的我们会在后续的福音书看到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耶稣可以把水变酒 所以他会伤心 也不是耶稣带了门徒没带妈妈他会伤心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一天 会为着世人的罪上了十字架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 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站着他母亲 他母亲的一个姐妹 格罗爸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大家猜这里面有几个玛利亚 OK 这不是重点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的是 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够痛苦了 可是他的妈妈竟然是在十字架下面 看着这件事情发生的 在我们底下的所有的父母 你一定在那个时刻很想做点什么吧 但是玛利亚却什么都不能做 这就是心如刀割的感觉 我过去有一份工作有时候会出差 然后有一次出差到了温哥华 因为呢 有时差 所以我都特别早起到了饭店的早餐 在那边吃早餐 然后我就发现我一个同事 也是因为时差 所以整个早餐里面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从早上六点聊聊聊 聊到早餐结束十点半 因为一大清早没什么人啊 然后就坐在一起啊 然后有好多东西可以聊天 然后时差也睡不着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 他其实现在有两个孩子 但是他们在几年前 其实怀了第三个孩子了 孩子的心跳跟四肢都很健全 但就在生产的那一天 他却生出这个孩子的时候 孩子已经没有心跳了 他说他花了五年的时间 都还没有办法停止这个心如刀割的感觉 其实他跟这个孩子可能见面 只到一分钟而已 这个失去就这么的难受 更何况是玛利亚 她是一个白法人送黑法人的痛苦 其实很早人就已经预告他了 好像可以预备一样 但就在那个十字架上 你怎么样被预告 怎么样准备你都没有办法 停止这个痛苦的感觉 不可否认我们都失去过 可能不一定是失去你的家人 可能你失去了一个房子 可能你失去了 维持二、三十年的友谊关系 有的时候失去的痛苦真的很强烈 让我们很想要否认 这个失去有发生过 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 在这里耶利米书用一个角色 来形容这个失去的痛苦是什么 在这里说耶和华说 在拉玛有痛苦哀嚎的声音 是拉杰在为儿女哀痛 不肯接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死了 拉杰是雅克的妻子 是约瑟跟变亚敏的妈妈 创世纪有提到 创世纪有提到 因为不能生孩子一直很忧伤 但是他最后却死于生孩子 所以先知耶利米书在这里讲的并不是真的拉杰这个人 他是用拉杰来形容 今天以色列离开了这种母亲的伤心痛苦 but he's using her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what Israel was feeling 所以呢在第一个经文这边讲到的 哀哭痛哭哭哭哀嚎这几个字 其实是有三个字来组成的 这里呢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哀嚎 以及悲苦还有哭泣 我们如果失去的人都知道 我们都有可能会经历这三种情绪 其中呢在悲苦呢这个字呢 其实不只是在讲痛苦 Now the word bitter sorrow is not just talking about pain 也在讲这样子的痛会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苦毒 but it has the word bitter because it can cause bitterness in our hearts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的原文呢叫做 很难念 tamrum Now in the original Hebrew it means it's pronounced tamru 面对失去的痛苦呢会有一种这样子一个tamrum在我们里面 so when we experience pain we experience tamrum in our hearts 因为很爱所以很在乎 because we love so we care 但是有多在乎就有多痛 but the amount the degree that you care is also the degree that you're in pain 所以当我们越爱越在乎 我们在失去的时候那个痛苦就有几分 so when you love much and care much then you're going to go through a lot of pain that's why when you lose that thing 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是 我不想要再经历了 and it make us feel like I don't ever want to go through this again 我不想要再在乎了 I don't want to care again 因为在乎太痛了 because it's so painful to care 所以在这里产生了一种苦 就是我不要在乎了 因为在乎太难受了 so it uses the word bitter because you're telling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re anymore because it's too painful to care 当人的心中没有盼望的时候 when we are without hope in our hearts 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 when we feel like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其实它是比任何的愤怒 孤单的负面情绪都还来得可怕 it is actually scarier than any feeling of loneliness and pain 所以有时候我们失去的时候 so when we go through loss 我们来到小组 we come to a belong group we come to church 因为在讲这些过程太痛苦 所以我们装作我们没有事情 and because it's so painful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we pretend that we're okay 我们就云淡风轻 and we just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 因为那样子的痛 这样子失去 魔鬼知道 我们会因为这样不想盼望 because it never knows because of that feeling we choose to not to hope again 而这个不再盼望 也会让我们不断地被欺骗说 我们不需要再去爱 我们不要再期待生命 有什么美好的事情了 we don't expect anything good to happen again 我们不会再买单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we're not going to believe tha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所以失去 它的确是不可避免的 so we go through loss we can avoid that 但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 这个失去就会被利用 but when we choose not to face it that pain can be used against us 被利用出产生一种 不再盼望的苦度 and it's used to produce a bitterness that causes us to no longer hope 当我们收起我们真实的情绪跟眼泪 我们也同时失去跟神的连结了 and not only did we shed tear but we also lose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但是就在同一章的耶利米书当中 but in the same chapter 也是在三十一章 in the same chapter chapter thirty one 过了几节之后 这个tamru这个字又再一次出现了 a few verses later the wordtamru appears once again 它出现的时候呢 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but when it comes when same pronouncing that thing comes again it's not the same meaning 但是很巧合的 它居然是同一个发音 同一个平音 so in the Hebrew it'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but it's actually a different word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章二十一节 Let's look at this 以色列人啊 你们要为自己设置路标 竖起路牌 牢记你们走过的大道 以色列人啊 回来吧 回到你们的诚意吧 verse 21 set up road signs put up guideposts take notes of the highway the road that you take return virgin Israel return to your towns 在这里的路标 其实跟我们刚刚读的 十五节的悲苦 居然是同一个发音的字 Now the word here for guideposts it's the same word for bitter sorrow 我继续在想这个字 it'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not the same word same pronunciation I'm sorry 对 它们是不同的意思 但是是同一个发音 it's a different meaning different word but the same pronunciation 这个巧合让我去想 为什么苦 跟指路的路牌 它中间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关联 and it seems like a coincidence but it forces us to think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deposts and bitter sorrow 如果我们看刚刚的经文 它说这些路牌 要指去哪里啊 Now what is a guidepost for 它说指向你回去的路 is to point you on the way back 牢记你回去的大道 it's what you use to remember the path that you took to get here 我们可能在拥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预备我们自己 可以成为那个角色 来拥有这件事情 当我今天想要预备成为一个妈妈 我会预备自己理解育儿的 精益跟知识 对不对 我会买她的床 我会去布置这个房间 如果我今天要预备成为一个主管 我会去了解一下怎么管理 怎么样沟通 怎么样子去带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 要预备拥有更一些东西 而来去做一些预备 所以当你失去的时候 可能回头看这些预备 会觉得毫无意义 可能仇敌就会跟你说算了 你干嘛你白废了 你白做工了 可是为什么经文在这里 要我们是沿着路标回头去看呢 因为就像是韩剧最后一集 可能它的结局是失去了 但你不会因为这样 就觉得前面几集超难看的 因为你所预备的每一部 就像是每一集精彩的影集 它建造了你的生命 它增加了你的精力 它让你更有勇气 更有信心 所以这些预备并不是白废的 在这里的淡路在讲的是 回头面对吧 可能在你失去的时候 然后回头面对你要经历这些哀哭 这些悲苦跟痛苦 但是学会哀叹 其实是一个走过失去必经的门 在圣经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文体叫做 就是哀歌 就在诗篇里面有这么多篇 有150篇 其实关于赞美的只有赞百分之三十 可是里面有百分之四十是哀歌组成的 可是整本书我们叫做赞美之书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活出耶稣的门徒 上帝的儿女的身份 不是总是要呈现那最美好的那一面 总是喜乐 总是快乐 总是赞美 当我们真实的哀叹 真实的痛苦 真实的降伏在神面前的时候 其实对神也是一种敬拜 其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这就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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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不会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里面 三十一章里面 在这两节不同的地方 却有相同的发音的Tumrum 就是神要我们在真实的悲苦当中 照着这个路标的指示去面对 如此一来你才有办法从grief走到grace 我自己也失去过不少的东西 有一次甚至我跟神哭着说 我到底还要失去多少 在几年前我的外婆跟我的父亲是同一个月过世的 我每一天上班下班睡觉吃饭过着一样的生活 我让生活很忙碌这样子时间就可以很快地过去了 直到两年后有一天我发现 我的房间从我父亲的葬礼那一天开始 that since the day that my father passed away 从来都没有动过 I haven't touched it 我的想的意思是说 从那一天我回到家 把他的死亡证明 把这些塑胶袋 把这些外婆的围巾 放在我房间的地上之后 这两年我从来没有动过他们的位置 可以想象我早上起床 然后就跨过这些文件 继续去上班 我下班回家 我就跨过我外婆的眼睛 继续去睡觉 这两年这所有的东西都累积了非常多的灰尘 当我在跨过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把它视而不见 这样我就不会难过 因为当我失去的痛苦实在太大了 我第一件事就是想继续的往前走吧 留在原地太痛苦了 我就赶快过生活吧 我可以继续的往前 好像在外面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可是我却忽略了 我里面有一个孤单伤心的孩子 我需要陪伴他 两年那时候我开始已经认识神去的教会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 放在地上的复纹已经放了好久好久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我开始没有办法的就在我的房间大哭 好像就是要把这两年所有压缩挤压的情绪一次发出来一样 我摸着那些东西就好像那个温度都还在那里 我摸着那些东西就好像那个温度都还在那里一样 这次我面对了 但是也真的极度的痛 在我真实的经历这个悲苦的藏入 在这个深刻的哀悼当中 我看到神所指的这个路标藏入 原来不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是要我回头去面对 面对我一直没有处理好的情绪 就在我很真实的开始跟神说 我不想要失去他们 我很想他们 我非常遗憾 我的不舒服还有我的愤怒跟我的痛苦 是让我发现 其实我的遗憾并不是只是失去他们而已 是我伤心难过失去了我跟他们的关系 我失去了我的外婆 代表着我再也不是一个人的孙女了 我失去我的爸爸 代表我再也不是一个人的女儿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失去了一份工作 你再也不是这一群 你曾经带领的伙伴的那一个主管 我们很多人可能你失去了一些财务 你再也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 可以用这些财务来做你想做的事情 可能因为一句话你跟你的朋友 失去了彼此的信任 你再也不是那个角色 就是他最好的好朋友 我想到他们抱我爱我的画面 我就觉得我真的好舍不得失去可以拥有这些身份的时刻 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但我只知道我要开始去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面对是哀叹的第一步 而面对是困难的 因为面对是非常脆弱的 这个脆弱的感觉就是我们感觉在失去的过程 也被剥夺了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身份 因为当你走过这些财务 你会觉得一个身份的身份 已经失去的特权 没错 我们失去了可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的特权 当我如果今天跟一个人分手 你已经失去了可以对这个男人他的撒娇 傻娇 怎么讲英文的傻娇是什么 或是失去了坐在副座的特权 这些失去会让我们不小心以为我不值得再被爱 这些特权消失了会让我以为我不能再被宠了 当我们今天有一个人失去工作的时候 他可能失去了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平台 失去了这份薪水带来的生活品质 这些特权 这也不会有人叫你总经理了 所以失去这个身份会让我误以为我是没有能力的 我是失败的 我是不值得被跟随的 当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失去过孩子 你会以为你失去了做母亲的角色 失去了可以亲他睡觉 可以为他穿漂亮衣服的特权 你会误以为你失去了这个身份就不再有机会可以付出爱 and you feel like maybe you lost it so you don't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how love anymore 不再被需要 that you're no longer needed 甚至有些人在心里觉得我不再有资格成为父亲或是母亲 and you feel like I no longer deserve to bego a father or a mother 面对失去是脆弱的 it's hard it's vulnerable to face that loss 因为就在那个同时我们会感觉到身份被剥夺 我们的价值消失了 because we feel like our identity has been stripped away our worth has been taken away 所以可能好几次你的关系已经要进入婚姻了 却没有发生 and so sometimes you're just about to enter into a marriage but that didn't happen 你就开始决定我不要结婚了 and you decide you make a decision I'm no longer gonna get married at all in the future 可能你在不同季节失去过许多不同的朋友圈 and maybe you lost friends in the past 所以你到了教会也不打算加入别动小组了 and so you come to church you say I don't want to join a belong group anymore 我就来星期天就好 just come on Sundays 因为你被夺走了太多 以至于你不想要再去盼望 because so much has been taken away from you so you no longer feel like you want to hope 你明明是想要来寻找盼望 但心里却充满着绝望 you came searching for hope but there is such a darkness of hopelessness inside of you 但是我想要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真理 but I want to speak a truth to you today 到底凭什么我们的身份 会因为我们的失去而增加或减少 your identity is not based on what you lose or gain 我们的身份不就是神所创造的吗 our identity is based on what God gave us 我们今天是神能而律 我失业我失恋我还是神的儿女 we are children of God no matter what we lose 我今天是神所爱的 我今天失去了我的家人 失去爱我的人 我还是值得被爱的 I'm loved by God today If I lose my family If I lose these things I'm still worthy to be loved 我是被神所拣选的 以至于我今天失去了工作 被失去了信任 我还是那个被拣选的 I'm chosen by God so even if I lose that job God still chose me 所以我想要跟你说 不管你有没有失去 你都还是值得的 so no matter what you've lost you are worthy 你不是不配的 you are not unworthy 不要被骗了 Don't be tricked 当我们再回到刚刚读的经文 耶利米书31章21节 Let's go back to verse 21 that we just read 这里说以色列人啊 你们要为自己设置路标 竖起路牌 牢记你们走过的大道 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真心吧 就算失去很多次 我们还是想要成为 这样的角色 Let's be honest Let's be real Even though you lost something you still want to be that right 我可能错失好多次工作机会 但是我还是想要有一份 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薪水 Maybe you lost job opportunities But you still do want to have a good job 我可能被甩很多次 但是我心里还是渴望有人可以爱我 Maybe people have broken up with you in the past But you still want to be loved 我曾经想要建立家庭很多次缺失败 但是我还是渴望有家庭 或者是有孩子 Maybe you fail in your previous marriages But you still want to have a family 所以神说牢记你们走过的大道 这个大道就是告诉你 再一次的梦想 再一次的说yes So that's why it says Remember look at these guideposts Because it reminds you of the way back 因为神是偿还你的神 而你的身份是谁都夺不走的 Because God is a God who compensates And nobody can take away the identity That God gave you 神知道玛利亚会失去他的儿子 God knew Mary Would lose a child But God never stopped calling her a mother She never lost her motherhood Why don't we stand up Let's look at verse 26 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好论的是 耶稣出生的第八天 The story that we read earlier That took place at eight days After Jesus was born 但到了这段经文 已经是耶稣要离开的那一天 But here is the day that he will leave 这边说耶稣看见他的母亲 和他所爱的门徒 都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妇人 看啊 他是你的儿子 然后对门徒说 看啊 他是你的母亲 从那天起 那个门徒 也就是约翰 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 When Jesus saw his mother there And the disciples whom he loved Standing nearby He said to a woman Here is your son And to the disciple Here is your mother From that time on The disciple took her into his home 神所给的 不是在一个儿子而已 God didn't just give her another son 神在肯定的是 玛利亚 你仍然是个母亲 What he's saying to her is You're still a mother 我们今天有盼望 不是我们只是要拿回 我们原本想要有的 Your hope is not based on You taking back Receiving back What was taken away 我们今天有盼望 是因为我们知道 神怎么看我们 我们要拿回 我们的身份 We have hope because we know How God sees us And that remains unchanged 不管我们 有没有失去 这个身份 没有改变过 No matter what you've lost Your identity is not lost 不管有没有朋友 离开你 你是不是一个值得相处 值得爱的朋友 不会改变 Whether a friend leave you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you're a friend who deserve to be trusted 不管你今天的工作 顺不顺利 你有能力 你是一个可以信靠的人 这件事情没有改变 No matter what's going on in your work 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you have the ability you can be trusted 可是有时候 我们失去很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要那个东西 就是要那个人 But sometimes we feel the pain because we want that person want that opportunity 就算在第三天后 耶稣复活了 玛利亚也不会再有机会 拥有耶稣 这个人 这个儿子 在他的身边 可是玛利亚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可以给出爱的人 这个东西 从来没有改变过 她是一个有能力 做妈妈的人 她有能力 给予爱也接受爱 她仍然是神的杰作 她仍然是被爱的 所以我想要告诉你 就算失去会发生 玛利亚永远是耶稣的妈妈 我永远是我父亲的女儿 你永远是那个值得被信赖的人 你永远是那个忠心的人 你永远是那个值得的人 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 是那荣耀的盼望 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 是那荣耀的盼望 这个盼望会胜过失去的绝望 好让你可以再次地去在乎 再次地盼望 再次地梦想 只要我们今天在面对失去的时候 你开始愿意哀叹 开始愿意面对 你就会从你的grief里面 开始经历到神的grace 就好像天国八福里面 就里面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个will be comfort 会被安慰 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保证 这个你最想要的会再次发生 这个安慰 就是因为耶稣 为我们的罪上施加 好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 这个安慰不是一个保证 但是是一份关系 只要当你开始真实地去面对 你就会开始拥有这份关系 上帝就会成为你的安慰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份安慰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 你有一个谁都抢不走的身份 失去不等于同步 失去了这份这些身份 因为你的身份 是稳固的 是长存的 是在你还没出生之前就决定的 是你今天说我愿意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是当你今天说我相信的时候 就决定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想要在静脉当中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人 经历了许多的失去 不管这个失去是大还是小 神要归你说的是 不会因为这些失去 你就不值得了 你仍然有能力 你仍然可以去爱 你可以去梦想去追寻 这就是他在我里面荣耀的盼望 我期待有更多人可以经历这段盼望 所以在下个礼拜天我祷告 有更多的人可以因为要认识这位盼望 来到这里 让他们真实经历神给他的身份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朋友跟你很熟 但还不认识神 那我们下一个决心 下个礼拜要把他带来教会 带来神的家中 因为他们也值得这份盼望 他们也值得再次梦想 所以愿耶稣那荣美的形象在我们心中 会来覆盖我们里面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挫败 所有的羞耻感 因为我们当中经历过失去的人 你说我可能还没预备好 但就是发生了 神说你还是值得被爱的 神说你走过的路不是白费的 你曾经为了这个拥有所预备的 他仍然看重 即便最后你仍然是失去了 但是你也改变了 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成了一个更勇敢的人 你成了一个更有肩膀 更有信心的人 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请一些人来到我们台前 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他已经面对他的失去了 但是你仍然有遗憾 你的遗憾是当时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一点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花更多的时间 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地把握跟珍惜 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 我邀请你现在可以来到台前 如果你有带着这样的遗憾 觉得非常的难过 也再也没有机会 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 是你不再相信你可以拥有 你觉得你再也不配拥有这些美好了 如果你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固云泪 你觉得你再也不会相信了 来到我们台前 来到台前 这个复活盼望 今天要在你的生命 这盼望就是基督藏门里面 就是这个荣美的救主 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上帝 祂今天要来兴起我们 恢复我们 所以我说的是你 你就来到台前 我们所有的人也一起来敬拜 那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 更深的来经历神 那我们在这个敬拜的经历神 我们在这个敬拜的经历神 耶稣我主 超乎万民之上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超乎万民之上 赔得尊重 事得主 祢是奇妙的神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耶稣我主 超乎万民之上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 何等 Oxford 多亏万民之上 何等 Tuesday 我们正常 何等荣耀 何等��� 何等荣耀 自无视 我自然 escuch 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 神 来自着 日亭 我 ò观 今天我们就要踏出盼望的这一步 今天我们就要踏出盼望的这一步 让我们在里面那个失去的痛苦要死而复生 这打到这奉主的名球 我们祈祷的名字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 祈祷我主 超过万民之上 耶稣 亲爱的朋友 希望今天的讲到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不要停在这里 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你就不会 miss 任何最新的影片 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NATION的一份子 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 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到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 加入在我们的HOPENATION大家庭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 这样的讲到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谢谢你慷慨的给予